欧洲向右转 那跟中国大陆关系怎么样呢 荷兰你向右转 但是呢 你现在来抗中你碰瓷了 荷兰国防部8号声明说 什么一艘荷兰的护卫舰在东海航行 东海是拟荷兰的的吗 来看到大陆战机在周围空域盘旋嘛 并且接近了一架荷兰的直升机 对此呢 大陆国防部有最新的说法 一起来听看看 河方所言颠颠到黑白 其侵权行径欲盖弥彰 6月7日 河海军特罗姆普号护卫舰 舰载直升机 为上海以东侵权挑衅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采取了语音警告 起飞战机等方式予以外逼驱离 完全合法合理 全程专业规范 制造不安全的恰恰是河方 而不是中方 好河方指控中国大陆 很危险等等 但是我们就问嘛 在东海你来干嘛呢 不只是东海 在上海门口 对对 是上海门口 看外滩是不是 已经超过了吧 超过啊 因为荷兰的上一届的政府 旅特嘛 也到中国来访问 中国也去跟他们也谈了一下 那后来在他卸任之前 他就对于ASMR 他做了一个最后的支撑 那也就是说 美国一直给荷兰的压力 说你不能够把光刻机 卖给中国大陆 然后不能帮他做维修 很明显的旅特就顶住这个压力了 所以没有满足美国人的要求 那是他要卸任前所做的事 而右翼政府上来了 右翼政府上来了以后 就要展现他是跟前任政府不一样 那他是更具有军国主义的 法西斯主义的 所以他是更强悍的 其实荷兰是什么东东嘛 因为俄罗斯已经扬眼了 俄罗斯扬眼了 他点名的国家里面 我记得我在节目里面 在中天我有谈过 他点名的第一个国家 其实就是荷兰 因为F16嘛 你给了乌克兰嘛 而且他还说任你使用 只要我那个遵守战争法 跟国际法任你使用 你爱怎么去炸 爱怎么去打俄罗斯的国家 随便你 结果呢普丁就说人口少 国家国土人口多 国土面积少密度高的 而且主张这样子的 我就优先用打他 那用什么武器 没有人知道嘛 用常规的还是用核武 没有人知道 那这个态度就是点名的 就是荷兰 我们现在就在看啊 看你这个荷兰政府 你嚣不嚣张 你敢不敢 你敢不敢真的提供给 因为他到目前为止 一架战机都还没有提供 给这个乌克兰嘛 没错 我们就都在等 你提供战机给乌克兰 乌克兰拿去攻击 这个俄罗斯 而那个战机是你 荷兰提供的 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普丁怎么还你颜色 好现在他普丁惹不够 他跑来中国惹中国了 跑来中国惹中国 那很明显的他就想要 因为他还怀念他曾经 殖民过台湾 那个多久以前了 可是他怀念嘛 他还怀念福尔摩沙 就是他取的名字嘛 他还怀念 而且他只是忘记 被郑成功打得落花流水而逃 然后那个还在我们的赤坎楼 那边有他投降的那个书 郑成功接受详书的那个 那个死机都还在 可是他还是很怀念 台湾的淡水还留有 这个荷兰的建筑 红毛城啊 都还留在那里 可是他还怀念 他还怀念他在这个东盟 有一个国家也曾经被他殖民过 好像印尼 也曾经被他殖民 所以他还是想展现 我是泱泱的海军大国啊 我虽然就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啊 可是我有一千七百多万的人民啊 他就把船就开到台湾海峡了 穿越了台湾海峡 这是一种挑衅的行为 接着就到了上海 对不起啊 把他赶走了 先是警告驱离 说你离开 不听可以啊 战斗自身机来了 战来就战斗机来了 而且是对着你了 那荷兰还是怕啊 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 中国的空军已经在后面 准备要瞄准你干了 怕了以后溜走了 溜走以后表达抗议 中国大陆说不吃你这一套 也就是不吃你这一套 为什么 因为他说啊 他的理由是这样子 我是根据联合国的 安理会的一个决议 我是要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来监督这个朝鲜 在这个海上的一个活动 可是大家问说 中国大陆是联合国的 五大常政理事国 安理会的五大常政理事国 第一个 第二个 所谓的监督朝鲜的那一个 监督小组已经解散了 对 那请问一下 你是根据哪一个已经被解散的 是外星人放在联合国 还是放在哪里的一个组织啊 而且那谁授权给你啊 而且不要忘了布林肯不是说 联合国的安理会的决议 没有这个法律的约束力吗 之前在以色列的时候 他不是当时安理会决议对以色列 如果说你违反的话要制裁 没有约束力啊 没有约束力 那既然没有约束力 你荷兰你根据谁啊 你凭什么啊 你算牢几啊 你今天到中国来 当然被中国的赶走 海军空军赶走 坦白说了 刚刚好而已啦 对你还算客气了 刚刚好而已 你再来嘛 来十艘赶你十艘 你敢打开射控雷达 中国就猫着你干 对 其实赖老师说他们这个理由 什么联合国这个东西 其实之前的加拿大 也都用类似的说辞嘛 那看起来都是呢 安格伍萨克逊 他们的一套说辞 但是你来中国大陆家门口 你呢 真的是要来的话 像之前旅特一样 我们会博士来跟你进行访问 而不是你在那边偷偷摸摸嘛 要来调试 另外说到欧洲呢 向右转 其实呢要讲到谁 就是冯德莱恩啊 他真的渴望要连任 那连任的话天哪不得了 最新消息是马克宏说呢 改变态度 要支持他连任 但是呢重点是 大家关心跟中国大陆关系 尤其是电动车的这一块 欧盟对大陆电动车的 可能要发起的反补贴调查 最快12号就会公布 对中国大陆加征关税等等的 大陆外交部犯人林健就说了 这个调查根本就是呢 发起了贸易的保护主义 而且要赶快终止调查 如果你一意孤行的话 中方绝对不会做事不管 一起听看看 这起反补贴调查的实质是贸易保护主义 欧方在调查中存在许多不合理 不合规的做法 指控的所谓中国补贴项目 也根本站不住脚 中方敦促欧方尽快终止调查 避免损害中欧经贸合作 及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那老师你怎么看 不会做事不管 我觉得中国说到做到 目前来讲 大陆已经多次的放出警告 因为大陆知道幕后的 那个黑手是谁 所以中方已经先祭出对欧盟 有关于白兰地的反请教调查 那我们都知道 欧盟的白兰地卖到中国 你知道哪一个国家占最多吗 法国啊 你猜他占多少 是不是八九成 99.9多 我就记得几乎都是他 99.9 所以几乎都是法国的 那中国已经知道 你幕后的那个黑手就是法国嘛 所以先祭出第一个警告 就是对白兰地要瞌睡 可是看起来法国继续在推 冯德莱恩也继续在推 那现在的情况是 中国已经祭出第二个警告 那也就是说对于你欧洲的乳制品 开始启动反请教调查 而且很有可能会针对于 某一些特定国家的猪肉 甚至牛肉 也就是说你从你的国家的农产品 农场到中国的餐桌的那一个人 那一个国家 也可能中国也要开始 释出这些杀手件 其实我们最怕的就是 到最后对于他的化妆品 或者是名牌包 甚至飞机 那么甚至飞机的零组件 甚至关键的东西开始 实施调查了以后 我想获得是中国大陆反向而行 像波音采购了 跟波音合作了 因为现在波音的情况自身难保 那如果中国的目前的 生产制造能力很强的话 中国可以跟波音合作 在中国大陆做一个生产制造 那么生产有关于C929的合作计划 那让你波音能够起始回生 那中国大陆是可以这样做的 那这样的话 你空疤很有可能要再面对 另外一次的可能的死亡 好 因为不要忘了 当初你空疤就是中国把你救起来的 中国也有力 你也有力 可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由于马克龙惨败 那马克龙支持冯德莱恩没用 为什么马克龙支持冯德莱恩没用 因为马克龙所能控制的 欧洲议员的议席只有右翼的二分之一 就右翼的二分之一 所以右翼的这个国民联盟 也就是以前的国民阵线 他们的力量是更加的强大 那对冯德莱恩来讲 他要寻求连任 他一定要寻求法国 其实已经不是马克龙的影响了 因为过去马克龙可以说了算 现在已经不是马克龙可以说了算 可是马克龙之前是不希望 冯德莱恩连任的 肖尔兹也不希望冯德莱恩连任 那是因为他们都认为 冯德莱恩是出卖欧洲人的利益 去满足美国人的利益 现在马克龙他改变了 他害怕这个冯德莱恩 找这个勒鹏来合作 又找了梅洛黎来合作 因为意大利他们都是优异的 那这样的情形下的话 那这个法国的影响力 在整个欧盟就会更加的减弱 所以马克龙现在又可能又传出 要改变看能不能勾引他上来 那当然对马克龙来说的话 他还要做的另外一件事 就是解散国会重新举行改选 这个风险都很大 因为马克龙可能高估法国人 对他的厌恶感 那马克龙会认为说 法国人可能会因为 这个更加的不愿意让 右翼来掌握政府 所以最后还会被迫来再挺他一次 可是我觉得这个盘算算得太多了 很有可能马克龙会因为人民 对他的讨厌的程度更大 那么宁可让右翼政府来 那这个说不一定 或者是让社会党再重新回来 这也说不一定 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 社会党借这个机会 有可能扳回议程也都很难讲 但是不管如何 我们看到马克龙又转变他的态度 说要支持冯德莱恩 那冯德莱恩会选择跟马克龙的合作 或是跟勒普宏的合作 这要看这个最终 因为他选择跟谁合作 就一定会被他牵制 一定要考虑他们的意见 那这样的情形下 那未来中欧的关系 也可能因为他选择不同人的合作 产生变黄 对那所以我们很担心是说 中欧关系 本来你可以看到 从肖茲到马克龙 去中国大陆访问 看起来中国大陆在这些 重要国家当中 其实也是有达到一定的程度 但是集体向右之后 他们跟俄罗斯其实比较近一点 然后也反美 但是对中国大陆也不会手软 所以担心的是这一点 所以赖小薰怎么看 因为冯德莱恩我们知道 他非常的亲美 所以他这个右掌权之后 中欧的关系该怎么办 尤其是来看到 不管他跟谁合作 他其实还会继续抗中 大家就担心 包括了欧洲晶片法案 关键原料材料法等等 对中国大陆的产品 会采取更强硬的态度 我个人倒认为 如果说欧洲要走到这一步 欧洲是在自掘坟墓 因为欧洲并不是铁板的一块 它是27个国家组成 我举一个例子 例如说像意大利 意大利它就希望中国的电动车 进入它的市场 所以中国电动车的制造商 都已经在意大利勘察了 另外西班牙是仅次于德国的 第二大的汽车制造厂 当然最强大的还是德国 可是西班牙是第二名 西班牙也很乐意跟中国的电动车来合作 你想想看如果冯德莱恩的做法 会有商到西班牙或是意大利或是匈牙利 或是保加利亚 很多其他国家的利益 这一些国家不见得都会跟着你欧盟走 我觉得他们可能会让更多的中国汽车厂 到他们的国家里面来设厂 好那当然中国的汽车厂还是有活路 因为我们可以化整为零 但是对中国大陆来说 坦白说并不是那么乐意见到这样的事情 因为大陆还是希望 能够带动自己国家更高的就业力 这是中国大陆所希望这样做的 可是如果是以愿为的话 那就只好先把厂商养大 培养壮大再说 可是这些厂商到欧洲去的时候 他们再怎么样都要跟欧洲的汽车厂要合作 就好像欧洲的厂到中国来 要跟中国企业厂合作一样 那这样的情形下 那对于中国的这个就业机会 当然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可是中国一样可以对欧洲实施反请销税 一旦对欧洲实施反请销税的时候 那一定会对于像Volvo 像瑞典 或是像这个德国的这种汽车大厂 他们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他们本身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会减少 而中国的这些高档车 也可以借这个机会把这个欧洲的 德国的高档车的氛围把它填补 所以有人就估计啊 中国自己的电动车 可能会占中国自己市场的九成 一旦中国的电动车 占中国自己市场的九成 特别是就是三千cc以上的这种 如果都是从中国自己生产进口的话 那就培养中国的这种高档车的发展了 那长眼来看的话对欧洲反而不利用 对美国也不利用 中国的高档车在未来在非洲 在拉丁美洲在亚洲跟在中国大陆本土 来说的话甚至在日本都会非常有未来的 对所以中国大陆你看它科技崛起 你要去围堵的话 其实反而会扳石砸脚 另外再来看到我们也发现了这个土耳其 你在玩哪一出呢 来看到说土耳其一开始的时候 跟王毅见面的时候外党见面说想要加入金砖 其实俄罗斯是赞从的 那你现在呢对于中国大陆电动车 他开了第一枪 对中国大陆进口的所有车要增40%额外的关税 大概就是来看到大概40% 然后呢如果说关税低于7000的话 就要收7000美元的最低关税 对于土耳其来讲 他更希望中国电动车进入他的国家里面 所以他把关税拉高的时候 他希望进来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 土耳其这样的一个做法 会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所谓的谈判的筹码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一定会要求说 你要加入金砖你就要符合金砖的规定 那土耳其来说 因为土耳其现在要加入金砖 他可能可以做这个交换说 让我加入金砖 那我这个关税就取消 然后我们之间就这样扯平 这也可能是他的一种谈判的一种态度跟筹码 为什么 因为现在以土耳其的经济状况 跟能力跟市场来说的话 中国并没有很多的电动车进入土耳其了 那所以他突然间莫名其妙的 说要增加这个关税的时候 大家都想一想 对 我想你的底气在哪里 对 你这个好像跟美国一样 就是中国并没有很多电动车到你的国家 而且你目前的经济状况 也没有那么好的一个情形下 可是你又希望中国的电动车 到你的国家来设厂 那你本身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就推测了 土耳其这样的一个做法 你看中国大陆的反应并不强烈 它其实没有特别针对土耳其 对 那就是因为这个做法很有可能就是 创造一种谈判的筹码 然后来作为交易 为什么 因为以目前土耳其的经济情况来说 坦白说它更有求于中国大陆 你看它的外长到中国大陆去 而且特别到新疆去 然后它等于是帮中国大陆在新疆方面背书了 而且打脸欧美的国家说 新疆问题是你们炮制的 连我土耳其过去跟你们站在一起的 我现在都发现这是错误的 所以我回过头来了 这个是一个影响很大的一个层面 所以你看欧美的主流媒体都特别谈到 这个土耳其的外长到新疆去 他所谈到的一些话 这代表什么 代表其实这个的用意更加的强烈 也就是土耳其的外交政策里面 看起来是更愿意加入金砖 甚至未来也搞不好不排除 他会对上海合作组织有兴趣 那他更看起来是希望跟中国大陆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不然的话他不会去新疆来访问的 是 所以赖老师点出一个重点了 他嘴巴有这么说这个客观税的问题 也许也是为了创造自己筹码 难怪我们看中国大陆媒体 其实真的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多的一个讨论 好 我们说中国大陆的科研能力 在方方面面都是现在弯道超车 尤其是福建建美国非常紧张也很担心 一起来看看他第二次的海市又创纪录 20天海市不得了 因为6月11号的时候又有长江口进行交通管制 大家就推敲说福建建要回来 这个是20天 那这一次可以看到说 他选择的地方不是东海 一路往北地道到黄海北部这个海域 之前还说跟辽宁其实有互相辉印 另外再来看到他20天已经非常快 因为他第二次海市就持续了20天 相当于辽宁跟山东 都是第二次第三次加起来的河 总两次跟三次加起来才有20天 所以他第二次就20天很厉害 那有哪些厉害的地方 第一个画了一个急速8 这个8 另外还有急速飙车 在黄海飙船 然后还出现了三元色 因为太快了 卫星照片出现这个三元色 这个是这样子 跟观众朋友解释一下 不管美国也好 或者是中国也好 刚开始在发展航母的时候 因为都想掌握航母的一些关键技术 想要多了解一下航母 那所以在航母的第一次的测试 完成了以后啊 通常会间隔很长的时间 因为刚开始的设计啦打造啦 会有很多的磨合的问题 那通常在等待的时间 就是说我去海市 那没办法很短很长的时间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 因为我在海市期间发现很多问题 所以就回来修改 那么最早的时候 辽宁号还进入船屋 待了好几个月 然后再进行修改等等的 然后就这样子 因为这样子从错误中 来去学习 为什么 因为当初买辽宁号的时候 就买一个盒子嘛 然后他们的连图纸都没有给我们 所以中国大陆是根据 这一项一个没有图纸的 一个空壳子的航母 就这样子摸索了解 整个航母的设计原理 然后打造出另外一艘三东舰 可是现在的福建舰 是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 而它不是华越式的 它是电池弹射的 那而且8万吨这么的重 各位想想 理论上讲 你从图纸设计到制造 就是打造 那尤其是一个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新的 你一般来说的话 第一次的海市不会那么的快 结果呢 它却超出一般人预料内的快 那去海市之后 回来大家都认为说 那会不会跟上次这个辽宁号 或是山东号一样 隔了 好我们不要讲说辽宁号了 三个月或是两个月 可能至少也一个月嘛 结果没有 半个月又出去了 那又出去了以后 这个就让美国人很惊讶了 怎么那么快 让外国人也很惊讶 怎么那么快 然后一出去以后 大家当时就在推断说 那既然那么快 那是不是就是要测 这个电池弹射的 建载机了 我记得我在节目里面说没有 我说我的判断应该不会 还没那么快 没有那么快到这个程度 那果然还好 判断没有发生错误 你再去看前两集 那老师说的 所以呢 确实就是没有做这个测试好 可是问题是 这一次二十几天 这个就让大家惊讶了 为什么 因为山东 辽宁 他们都是做到第五次 第六次 有的到第七次 第八次 才会有这么长时间的海事 结果呢 第二次就进行二十几天的海事 这个让美国就受不了了 所以美国的间谍卫星 是二十小时在看的 没错 然后中国当然也知道 你美国的间谍卫星在看嘛 我就告诉你实力怎么样 所以中国就做标数 其实标数主要的目的是要测 它的最大的航行速度 能够有多快 然后有没有 会不会有问题 所以它要测什么呢 测主动力系统 还要测辅助动力系统 而且呢 它还要测电力系统 那么它还要进行这个船 就是航母本身的 在高速度航行中的转弯 它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所以您看到了 它有八字型的这样的一个转弯 这不得了啊 八字型不得了 八万吨的航母啊 观众朋友 在这个情形下 要高速度的转弯 然后看它的稳定度 看它的海向的承受能力 然后早天早晚 然后再看它的动力 电力的系统稳不稳定 都测试完 我估计啊 如果在第三次海事的时候 舰载机就掉上去了 哎呦 就是快了 那就是 大家引领期盼的 那就是准备了 准备要弹射了 要不就是先练习走位 对 所以我们要看的是 到时候挂上去的 是模拟机 还是针机 如果是针机的话 那大家已经开始知道说 哎呦 好像是要做弹射了 那如果模拟机 它可能要 因为它是完全一比一尺寸的嘛 那就是要看它走位 还有看升降梯 进入车库 整个拉来拉去的时候 然后所发生的事情 我觉得等到第二次海事 第三次海事的时候 我相信美国人一定没法睡觉 每天就盯着看 然后大家轮班 好可憐 还有时差 因为它必须要这样一直不停地看 因为不然的话 它凑掉了漏掉了 那可不得了 对啦 叫日本帮忙啦 所以 日本 当然日本有御用的摄影师 对就请御用摄影师 可是中国都在自己的海域内 对 来进行测试 那它就不能够到这边来 只能够用卫星 可以测那个垂直的看 OK 好那你们这个GPS加油啦 那另外呢 賴老师说 它的这个高速8 这很厉害 还有呢 我刚才看到 还有一个高速倒车 我这个船舰也可以倒车 8 飙车 飙船 还有倒车 另外再来看到美国 这是羡慕嫉妒恨吗 就商业内幕说 中国大陆建造一个 的确不错的一个现代化航母 但是呢 要跟美国海军批敌 要经过陡峭的学习曲线 他其中讲到一个重点说 哎呀这个电子弹射 这个不错没错 但你的人才培育 累积经验 真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然后呢 美国海军这个指挥官就说 现在你海军还很年轻啦 美国海军拥有绝对优势 我们教练技术成熟等等的 我同意 我同意你美国海军已经 走了很长的一段日路了 所以你累积了很多的专业知识 因为那些知识都很宝贵 为什么 因为在各种不同的海项 在各种不同的战役 或是在战争中 你累积了很多的经验 不管是打恐怖主义 或是打小型国家 或者是当时在一战二战 特别是在二战的时候 跟日本的一个交战 这个确实都给你的教材准则 那么累积了很多的 有用的知识跟经验 这点我们都同意 然后你在不断的航行的过程中 你对于各种海项跟各种变化 那么你的应变的方法 你在错误中经过很多的学习 你写出了很多的交战准则 所以使你的军队的作战能力 或是人舰一体的作战能力 越来越强 我们都同意 我们完全没有任何怀疑 那中国大陆也可以学习 也可以摸索 也可以在错误中不断的成长 但是我想美国 你们也必须要承认一件事 就是说你这么有经验的 有这么航海经验的国家 那你的核动力潜见到今天为止 还不知道撞到什么 对 到了回去之后 还都不知道怎么了 中国大陆的核动力潜见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撞到东西 对 不过你撞到了 那你到目前为止 你还不知道撞到什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还是不得不承认 你的船才刚刚离港 就跟韩国的货轮相撞 这低级错误吧 对 真的 这绝对不会是高级错误吧 你不是在战争中 做这种超难度的一个战争演练 然后最后你被击沉了 或是被击毁了 然后你不行了 不是嘛 你是一个第一级错误一出去 就给人家撞了 这解释一下吧 无法想象 解释一下吧 然后你在这三年五年内 你的船的造势率是全世界最高的 你很有丰富的航海经验 你人舰一体 对 那怎么会出现这么多撞船的案例呢 还有抛锚 对 还有你的祖母特皮特号 不是抛锚在大洋中吗 好糗 还有你的航母 你的核动力潜舰 最后不是浮出水面来 然后很丢脸的被人家拖走吗 然后呢 你还有平海战斗舰 不是在南海抛锚 停在那个地方吗 对 你都发声 你什么都发声 那请问一下 你的人间一体的高超的 累积下来的经验 技术教训 怎么让你的这些后辈小辈们 怎么练成这个样子的军队呢 这代表什么 军技换散 不是战斗技能不行 而是军技换散 军技换散才是兵家之大技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我还要讲多讲一句话 什么时候一定是要航母 对航母打仗 谁规定是航母 跟航母打仗 没有这个规定吧 没有没有 我可以用战略轰炸机 打你航母 我也可以用歼16电战机 挂东风1621 或是21来打你 我也可以用导弹驱逐舰 来打你 我还可以用火箭军 来打你 谁规定 一定是要航母打航母 又不是那个 拳击赛 那个我们要称重量 我们现在是雨量级的 来对打 还有我们现在是重量级 没有啊 中国重量级好像有个叫做什么 智超还是智累 之前有一个 还是王智 他很高 然后很壮 很壮那个 那个把那个美国的 KO 全任的那个 那个重量级的拳击选手 空一下子就打到地上 他当时不是很嚣张吗 说我是特种兵啊 我是什么什么 拳击界的冠军 那蹦一下就倒在地上 这个也很特别 好那我要讲的意思也就是 就说没有规定 一定是航母对航母吧 对啊 是所以我们也不用看清中国大陆 解放军的能力 尤其中国大陆有后发的优势 而且你来我家门口 我有主场优势 我又没有跟全世界要争霸 我那个光东风导弹 你都不敢进来了 你还跟我航母对航母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剂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容量 输入 pe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